共振 共振就是共鳴 他們的條件就是頻率必須要相同 在課本裡面曾經提到過 音差的頻率只要相同的話 他們就會產生共振 那你消除左邊的音差 右邊的音差 也會跟著隨之的震動 發音 那如果頻率不同的話 就不會成為空障 所以 這個表示 聲音如果要產生共振的話 他們頻率必須要相同 同樣道理 單擺也會有共振的現象 在單擺的公式裡面 單擺的擺腸 跟它的震動的周期頻率是有關係的 所以擺腸如果相同的話 那這兩個單擺 他們就會產生頻率相同 因此也會產生共振 我們以下面這個圖形來表示 我們以下面這個實驗來表示 你可以看一下 當這兩個單擺 它的擺腸一樣的時候 我如果 拉動左邊這個單擺 右邊這個單擺也會跟著震動 那右邊這個單擺震動完之後 左邊這個單擺開始也會震動 其實不只聲音會共振 我們一般的單擺 它本身也會共振 像圖中這個單擺 它本身是用金屬作為擺線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紅色的金屬球 它的擺腸是相同的 那它的頻率會相同 所以它們等一下會發生共振 那藍色金屬球 它們的擺腸也相同 所以等一下發生共振的時候 兩個金屬球也會發生共振 那以下我們將做兩個實驗 先震紅色金屬球看看 各位可以看這個圖裡面看到 好嗎 好嗎